那些經濟學家在爭論的方法就是 你經常見大陸說以舊換身如何去捕消費 當然政府都說 他在說房子 以舊換身 什麼家電 汽車 總之要捕那個零售銷售 社會消費品零售 我知道 怎樣以舊換身 就是你將你的舊那件賣回給政府 還是他叫你 simply 丟掉了你的舊那件再買一件新的 這個不 如果我賣回舊那件給你 那我有錢買一件新的 如果在樓的層面說換樓 我換一層舊 買一層新樓 但是你說不是 你丟掉它 拆了一層舊 那我賣回了我的資產 然後我拿荷包那些錢去買新 你究竟以舊換身是哪一種 你說那個 以舊換身 我丟掉它 然後再買新 這個是曾經受到一些環保團體批評的 但是後來當一些具體的 你可以給人回收 但是你都是當垃圾丟掉的 你拿不回錢的 它那些舊東西就換一些優惠券 就是換多少錢 每個地方就不同了 那就是賤便宜賤 拿回十元八塊這樣 然後再買新的 那個廣東話不正的那個 你無故彈那個金歌 人家做了幾十年而已 不正 彈那個金歌出來 還不可以怎麼接你 不是去做旅遊節目那個啊 誰啊 做電台那個啊 OK 那個以舊換身呢 那我就見 每個人都說是台灣那個金歌 不是啊 你這幫年輕人都沒有聽的 還在做的 我有聽十八樓私做的 我有聽的 你點半鐘了 我忘記了 駕車人家送我去上班的時候 我有聽十八樓私做的 早上 先說到哪裏 以舊換身呢 那有位經濟學家廖群 他就說 其實是需要的 在中國那裏 因為他就說這個是一個對證下約的方法 因為現在是產能過程的嘛 那你不就 不是金剛的 金剛見過而已 以前我們在商台錄東西的嘛 見過他 你說經濟學家 怎樣啊 是啊 是啊 因為呢 以舊換身就是創造一個需求 接著同一時間可以減少一個供應 我知道 有錢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你說的 Exactly 是啊 有錢就可以了 就是正如博士經常都說失業率高企啦 我們每天都以舊換身的啦 每天都扔很多東西的啦 不是 用什麼垃圾收費 你幫人牙痛的聲音 每天都以舊換身的 很多東西扔的啦 不用你叫的 有沒有錢買而已 是啊 我經常都反思我自己 我不去以舊換身 是因為我真的用下去 一來就沒什麼需要啦 二來我幹嘛要浪費錢呢 你沒有以舊 你一來就換身的啦 就是我用得好一點的 你都不用換 是吧 我也有很多舊物的 但是 就是用下去了 都仍是合作的嘛 所以是不需要換身的嘛 再加上都... 那不是啊 你這部就做節目那部機啦 你知道啦 撥完又輕輕 完又再滑過那樣 做完之後又可以自己關機的 你換身了沒有? 沒有反應 嗯 不同的經濟狀況呢 因為我見《壞家日報》其實對於以舊換身呢 都有一個質疑 那它就說 以前呢 大陸呢 都試過的嘛 就是08到09的時候呢 以至15和17呢 其實又是在 做汽車的以舊換身啦 和減免那些汽車的救治稅等等啦 就是那時候是合作的 但是去到現在呢 就不合作的 然後美國是都試過09年呢 都試過是 30億一個汽車的報廢計劃啦 就是將一些污染嚴重的燃油車 變成了一些沒有那麼清潔一些 clean energy 除了新能源車之外 電車之外 換身有多快速度呢 你賣車駕駛兩個月再換一身的 那你一定是durable 用了一段時間的嘛 那你駕駛幾年 如果你搵食車駕駛幾年 你都抄了啦 你都會換啦 小鬼你叫什麼不叫就換啦 那你有一些東西的嘛 譬如你智能電話那些 你都不用太久的 你不升級它 基本上就像我的機器一樣 用得的 新機來的 看下去 但是開不了online banking 那你就就逼著換啦 嗯 現在你可以的 你弄很多新型的家電 全部AI操作 某個位置那些軟件都不合作的 那你就逼著換啦 那些電腦都是的嘛 那些軟件的軟件都落在那些糞便 你是這些東西 你是這些東西可以啦 但是譬如我拿著這杯東西 那這個杯 我跟你說 沒十年都八載 真的的 那有不同 除非我的手打爛了 打不爛地毯 但是你如果不是打爛它 那我不會換的 是不是? 它為什麼這麼著重汽車 就是汽車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那裡那個權重是屬於大的 就是跟GPI一樣 豬肉是屬於大的權重 那你的人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錢呢? 就是一兩年換一輛車 或者三幾年換一輛車呢? 我不會啦 我知道 它現在的車多到全部人外面都不要 要加個關稅嘛 它當然叫人要換身 它就算國內已經出到車是免首期 就是你先拿著吧 給你 但是那個銷程都不太好 已經去到這個地方 不要緊啊 它說行量寬嘛 量寬就買車了 沒所謂的 人家說不行量寬 是這些前銀行那些機 官員就呼籲說行量寬 它現在堅持不行量寬嘛 不過你說行不行量寬都無所謂的 還有呢 我見《淮家日報》也提出 其實它這麼多車 那就拿什麼呢? 送給非洲咯 其實有用的 當然有用的 不如它產銀過城去那些 非洲那些 一帶一路那些 反正賣不出的 你就送給別人咯 但是要很便宜才行 送給別人咯 你賄賂別人 給你一些資源 給你一些地利 聯合國來投你票 汽車 汽車外交 好過你這樣 你怎麼放在車裡多餘 放一放一放就不能用 汽車外交這個聽起來好像挺好的 在面對這個產能過剩 其實都是的 你查一下 古語有知 幾所不育物就施於人 不是幾所不育物施於人 幾所不育物施於人 幾所不育物施於人 去做個產出就 一定要出到GDP 其實出GDP的數目不需要搞這麼多東西 簡單的嘛 就是一個號碼而已 很容易 我跟得你多啊 學你這些 壞東西 最後一個項目 講完就是 《華爾街日報》也提到 根本的經濟環境不同了 現在是受著內放 令到人民的財富效應大幅去收縮 甚至是出現負數 他都知道了 那還怎麼買車呢? 這個不是他知道的 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所以質疑這個已舊換身究竟合不合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不是那位經濟師說的 既然原來美國 中國以前都行過是合不合 到現在不合不合就是經濟狀況不同了 正正就是拿著博士剛才所講錢的 他那個樓市倒閉了 那個樓市一倒閉 其實是什麼都會死的 一個樓市、一個銀行 這些不能倒閉的 他現在為了來鬥 鬥死他的對家 他就倒閉了那個樓市 那個樓市倒閉了 倒閉到這樣的款 其實應該就拖閉了銀行 他現在就企圖死頂撐著銀行 不要讓他倒閉 但是都是遲早問題倒閉了 這兩樣東西倒閉了 其實什麼都倒閉了 你想一下外面所有地方救市 都是聚焦救這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沒事就沒事 但是你要這兩樣東西沒事 你就不可以給它長期醞釀泡沫 你一直長期在製造泡沫 是啊 那時候厲害了 十幾二十個GDP增長 年年不斷蓋房子 瘋狂地蓋房子 蓋了房子 個個都變了一部發戶 還說我們有十幾二十億 幾百億的人需求 就任你說吧 那你當然要看怎麼樣 就是這些泡沫的東西 你有這麼久就風流 它就不用說了 是不是 就是你不想那天出現 你就不要這麼瘋狂 克制一下 就是做 崛起那一刻不克制 崛起那一刻不克制 你的泡沫就爆了 你崛起那一刻不克制 你對外擴張不克制 就是人家看到你 哦 China is rising 就打你 幹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你所有東西慢慢來 那時候那個死佬等說了 韜光養晦慢慢來 不要那麼囂張 低調一些 其實如果一早就這樣 現在很多問題會舒服很多 你搞到現在這樣 跟著再拿一整集的時間討論 QE好啊 救市好啊 什麼好啊 還有什麼好談的 嗯 坦白說 殘局如此 你現在走過公園那些捉殘局那些捉到我局這樣的款 收棄啦 不用捉啦 嗯 嗯